广东韶关的马兴海 二十多岁时第一次创业就遭遇失败 让他十年不敢再提创业这件事 2006年表哥的一个请求 让他意外发现商机 让这个门外汉 一头扎进农业领域 他的做法行内人职称看不懂 可他却只用了两年时间 颠覆了行业传统 2014年销售额预计超2500万元 他到底有何创富高招呢 欢迎收看制服金 广东韶关的马兴海年轻的时候 打心眼里就瞧不上老板的经营理念 后来怎么着呢 干脆自己辞职去创业 自己当老板了 看到这儿大家肯定会以为 那紧接着一定是个守得云开 成功创业的励志故事吗 但跟您讲恰恰相反 这两年不到老马就赔了个底料 从此打工十多年 再也不敢提创业这事了 辗转到了2010年 人到中年的马兴海回乡创业 只因为表哥的一句话 并且四年的时间就折腾出了一个 年销售额达到2500万元企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他叫马兴海 今天第一次在承包的水库上办捕鱼节 没想到到场的人数 比他的预期多出一倍 场面有点把握不住 让他既紧张又兴奋 随着鱼网拉起 逐渐浮出水面的大鱼 让围观的人越来越兴奋 马兴海之前紧张的情绪 也一扫而光 大鱼 不捞起来的鱼拉上岸 马兴海在水库边摆了长桌宴 马上你们就可以品尝到 我们的清水煮 不用放姜不用放什么东西的 直接清水煮煮熟 你们品尝一下 看看有没有腥味 没有腥味给点掌声 好不好 一锅清水 一锅清水 一点花生油 鱼这么煮煮就可以吃了 清吗 不行 口感上呢 觉得腰水 口感很滑 真的是清水煮的吗 是一点东西也没下的 没放姜了 自己亲自放下去的 一点地方都没放 对 就白水煮 对 清水煮 清水煮鱼是马兴海打开淡水鱼市场的敲门砖 但自从三年前承包下这片水库 他一系列奇怪的做法就让他饱受争议 同样的品种 他的鱼售价比市场价高出八元钱不说 养大了鱼不能马上卖 他要花四天时间驯化 买他的鱼 还必须要买他的鱼缸 外表看起来普普通通的鱼缸 他卖五万元 可这些怪异的举动 不仅颠覆了行业的传统做法 2014年 销售额预计超2500万元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来 马兴给我 来 等一下 1986年 马兴海坐着火车 从韶关的大山来到广州 那时他17岁 白天干活 晚上在夜大学习 几年之后 就在一家钟表厂 做上了销售工作 因为业绩突出 马兴海在1992年 被公司派到浙江义乌 去开拓新的市场 二十出头就独揽一面 当上了分公司的销售经理 以前广货很热销的 我们的广货很热销 基本上每个月的 每个礼拜的回 坐飞机回来一趟 背着一捆捆的钱回来 交给老板 好像这就很了不起了 什么都能干了 所以就开始 心里就开始盘胀了 不多久 马兴海就在营销思路上 和老板产生了分歧 1996年 干脆辞职 自己投资钟表升 却因为选的档口 地段不合适 苦撑了两年 资金链断裂 身背六十万元欠款 回了老家 从此 不敢再想创业的事 之后 马兴海去了江门市 打工还钱 十年后 他已经是一家 风扇企业的销售总监 年薪六十万元 然而 这个十年不敢创业 怕创业的人 却在2006年 清明节之后 突然辞职去创业了 那一年 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年的清明节 马兴海都要回家祭祖 但他无论如何 也没有想到 2006年的祭祖之行 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次祭祖结束后 马兴海被表哥 拽到水库边 叫他无论如何 都要帮个忙 当时行刚就是 我们这里就是 养殖这么多 就是比较难销售 因为他在祖江山 也走到里 做工吧 纹路比较广一点 就这样就叫他 帮我们销售 表哥在水库里 养鱼很多年 没有好的销路 价格被水塘养殖的鱼 冲击得很厉害 当时县里同样遭遇的养殖户 还有很多 马兴海当场装了五条鱼 直接拉回江门 并且把老家顶多能卖到五六元一斤的鱼 卖出了三倍的价格 十八元一斤 李西培是马兴海的朋友 经营着一家饭店 鱼仙是招牌 但他几乎不采购淡水鱼 原因就是泥腥味难以去除 那一天 马兴海带来了家乡的鱼 要用清水煮来吃 家乡的水库鱼品种 以三角房 插尾回 大头鱼为主 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泥腥味 做惯了销售工作的马兴海 第一反应是要抓住这个特点 而用清水煮最能说明问题 李西培吃完鱼 当场就要订货 当问及这个鱼是什么价格时 马兴海头脑一热 谁怎么能讲 我就十八块 我就一几就说了 十八块 我还要卖三十五块钱一斤啊 那消费的东西 可以介绍这个质量好吗 老家卖不上价的鱼 就这么被马兴海轻易的 以本地三倍的价格给卖出去了 从那起 马兴海一边上班 一边帮表哥卖鱼 半年就赚了一百万元 随便玩一玩就那么多钱赚 因为我卖了十几万金 十几万金 我的利益顺利益应该有一百多万 那种感觉 这个农业 还是很有能玩的 半年之后 其他养殖户也学的职工饭店 时常竞争白热化 鱼价再一次回落 马兴海停止了卖鱼 但这半年卖鱼的经历 让他对农产品销售 产生了巨大兴趣 2006年年底 马兴海辞掉年薪六十万元的工作 在江门市的蔬菜批发市场 租了两个档口开始卖菜 一个完全外行的人来卖菜 刚开始几乎是卖多少赔多少 连赔了好几个月 拿着别人的货 就是辣椒 出出的时候没经验 那看上的上面呢 我们没有一箱箱去检查 抽检 没有抽检 拿着上面一层是很亮的辣椒 下面一层呢 纯烂的 即使赔钱 马兴海也不在乎 他的如意算盘并不是卖菜赚钱 而是要通过卖菜 来了解农产品的市场信息 从买卖怎么谈 到货品往哪卖 马兴海一点点的学习 足足用了三年时间 因为我是从品牌企业出来 我也知道创立品牌是很难 但是如果我不去创立品牌 我在一起为了追求那个菜贩子 我等于现在我就是一个档口 我等于就是个菜贩子 买菜卖菜 对吧 那我的价值在哪里 我体现不是我的价值 我还不如去做销售总监 2010年 马兴海做好了准备 回老家 包了400亩地来种菜 不过种菜卖菜 也只是提高了利润而已 始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能源品牌梦 让马兴海很是苦恼 这是汝源县的横溪水库 我们的镜头里所能拍到的 仅仅是这8000亩水库的三分之二 2011年 马兴海在当地农业局领导的介绍下 找到了这片水库 一看到水库 马兴海脑海里就闪现出一个念头 他要防野生养鱼 不喂饲料 让鱼自然生长 但是自己没有养鱼经验 这个想法可不可行 马兴海找来了专家论证 水库旁边的草很多 草鱼可以吃旁边的草 然后由大山上可以雨水冲上来 也很多营养的东西 营养的东西 那个胖头鱼 白莲 广东的一种鲫鱼 它也吃这个有机的碎片 这些东西 八千亩水库四周环绕着三十万亩山林 雨水冲刷下来的腐植物质和水库底的水草 就是鱼的天然耳料 2012年 马兴海找了两个合伙人 凑了四百万元承包下水库 只有两条小船 六个养殖员 就直接往水库里投放了一百万位鱼鸟 全部散养 一个养殖网箱都没有 唯一的设备还是用来捞鱼的 这可让其他的养殖户看不懂了 当时就我们说这个人养了 搞不起那个产量 就是产量搞不上去 就是 一个就资金又资产 一个店占得慢 第三个它的那个价格一年不同一年 别人家的鱼四个月到半年就能卖 马兴海这样养鱼一两年才长大 而且他养的鱼和其他养殖户是同样的品种 两年之后 市场能不能接受他的高价鱼还是个问题 让人看不懂的还不止这些 接下来马兴海又做出了一系列奇怪的举动 买他的鱼还必须买他的鱼缸 一套鱼缸还卖五万元 拉鱼之前还必须驯化 这些举动不仅颠覆了行业的传统做法 还让马兴海把鱼以平均25元一斤的价格卖了出去 马兴海在水库里防野生养鱼 很快就在业内传开了 不少客户想来买 萧燕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深圳经营的一家连锁餐馆 对鱼的需求量很大 按理说这样的客户马兴海不应该回绝 但2013年7月份 萧燕第一次来就吃了一顿鱼 却一条都没带走 那一口回绝我说那是没鱼 没办法 我一直他说等明年才有鱼 他是真没鱼 很想没鱼 那我不知道得问马总了 得问他本人 就是我会告诉他 我会卖给你的 但是不是现在的时候 这些奇怪的举动 马兴海跟谁都不解释 直到有一天 有员工看不到公司的前途辞职了 他才给大家集体开会 说他卖鱼之前必须先做鱼缸 大家都听得云山雾绕 就觉得好像唱反调一样的做的 做起来 怎么不是鱼大了 不是就直接就卖鱼呗 还要搞这么多这些鱼缸 鱼池 搞这些东西做试验 就觉得好像他的时间又很少到来公司 就只是找这个专家 找那个专家去搞那个鱼缸 马兴海不是不愿意卖鱼 在鱼缸做出来之前 他就是想卖也不敢卖 因为刚刚投放完鱼苗 他正琢磨着鱼长大了该怎么卖时 发现了市面上卖鱼的人 经常遇见的问题 要是普通的鱼 死个一两条也就算了 但马兴海的鱼 均价要卖到25元一斤 每天死上一两条就损失一两百 长眼累跃下来 就是个不小的数目 不解决这个问题 他的品牌梦就实现不了 他需要一种养起来不死鱼的鱼缸 2014年4月 专家帮助马兴海研制出了这种鱼缸 和我们平时见到的玻璃鱼缸不太一样 这种鱼缸外层是一种塑料 那层这种蓝色格子状的东西 马兴海处于技术保密 没有告诉我们 旁边的这两根白色管道 可以净化水质 不喂饲料 也能够养上半个月 他找到以前被他回绝的客户宵宴 因为其中有核心技术 马兴海不愿意多说 就一句话 买鱼必须买他的鱼缸 一套五万元 这个叫谁也接受不了 也是担心 就这么简简单单一个鱼池 能不能把鱼养活 讲是讲得挺好 自己不知道 哪有点不准 你再怎么说好 那我们还是不相信 必须自己知道了 经历过看到了 眼见为实 为此 萧燕专门派了一位员工 在马兴海这里 蹲守了半个月 观察这个鱼缸 究竟有没有马兴海 说得那么神奇 因为鱼会经常会受伤 受伤以后 我们经常有没有扩大 扩大程度 进度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都是去了解 对 有些以前我们在鱼缸养的话 它存在 养着养着 它都可能就肚子翻过来了 可能没两天 可能就不行了 会存在的情况 但用了这个池子以后 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了 只有重点 就是养鱼 要把它养活才行 你鱼缸漂亮 养不活怎么办呢 是吧 鱼养大了 鱼缸客户也能接受 这下总该卖鱼了 可是马兴海 却跟技术员说 再等四天 他要驯化野生鱼 我们又不是那个 那个什么 马兴海 要把那个 马啊 训练得很好啊 这个鱼都没什么性的 怎么会可以顺着它 它叫它过就过 叫它走就走了 不可能的嘛 是不是 它经过驯化的 每天都要 早晚运动一次 是不是 好像人瘦身一样 老子不知道怎么想把 它的什么 卖鱼都卖出去就算了 本来就是防野生养的鱼 临卖之前 却要训听话 就是这个看似多鱼的举动 却颠覆了业内的传统做法 当地卖鱼 都是把鱼 直接装车拉走 途中 难免有鱼 碰撞受伤 运到目的地 成活率 能达到95% 已经算很不错 马兴海的野生鱼 更容易死伤 它要通过驯鱼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它运动完以后 一个增加它的体质 二个它就不会 那么容易撞网 鱼就不会受伤 把这个网子拉起来就行了 对对对 身体一来呢 它就会很转 那这鱼不都浮上来了吗 对 浮上就是要它运动啊 要它见四面 要它运动 经过大四面 就没有问题了嘛 那可是我看 现在就在拼你们跳 是啊 所以现在在水中跳 它就没有问题啊 要它跳跳舞啊 跳跳舞 要它那个 这样它习惯了 养成种习惯了 它就不会跳了嘛 因为不需要投喂饲料 这些鱼从下苗之后 就没怎么见过人 突然有天要捕捞 难免受到惊吓而受伤 把要卖的鱼 捞到赞扬网乡里 每天一早一晚拉进鱼网 让鱼浮出水面活动活动 连续四天再装车 能够缓解鱼在运输时的受惊吓程度 减少损伤 我一定要保护好我的客服 要他们零风险 我要保证他不要有零风 要不要有风险 就说卖我的鱼 你保证你的鱼 保证你不会亏 不会死 为了这个死鱼问题 老是烦恼 做鱼缸 驯鱼 马兴海这些独一无二的指度 就是让客户零风险 这也成了他卖鱼的金字招牌 迅速在市场中建立起了品牌 今年四月份 他的水库鱼一上市 就引来了强烈反响 半年就卖出了近三十万斤鱼 销售额六百多万元 非常是欢迎 今天的话 我们这个鱼清真的话 可能会达到五六十条 五六十条就在鱼 今年的十月份 马兴海在佛山和广州交界处的 一个水产市场开了档口 货源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 广州珠三角地区 江西以及港澳地区 即是十一月份 马兴海今年的水产和蔬菜 销售额预计超两千五百万元 你的资金量一定要有持续性 不能说你那么一点钱 等一下一个失败 就把你打得片甲零香 恢复不过来 农产品跟工业产品的收获服务 区别有很大的 我们做好整一套的收获服务体系 我们把这个收获服务体系做好了 那我们的客户会更加愿意跟我们合作 不能等问题出来了 我们再来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的损耗就很大了 马兴海从工业跨航到农业来创业 把打工多年积累下的营销经验 变个烦用在农业里 把售后服务变成了售钱服务 他用短短两年的时间 就能够从同行当中脱颖而出 在创业的路上 其实您也不妨换一个思维 也许就能给您的事业带来大的改变 好了各位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好了各位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 致富军的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叶双全 一个害羞的中年男子 他有一颗深埋多年的创业野心 折腾十多年 却人到中年仍不得志 眼看创业机会 离自己越来越远 2008年开始 他靠着从自家厨房里发现的商机 用20万元起步 六年后创造了八千多万人的年销作额 成功逆袭